昨天晚間 北捷板南縣爆發了砍人事件 當時車上一名英勇的口罩博 他漸步上前制服嫌犯 並將他手上的美工刀奪下 另外三名車廂的乘客 也合力壓制嫌犯 但事後沒有留下資料低調離開 現在這名口罩博的身分曝光 原來他是台北市警局防治科的 警務政薛仙德 他從警30年担任刑事警察 經驗豐富 事後也謙虛的說 這本來就是警察應該做的 一截車廂內爆 持刀砍人 男學生臉部血溜如柱 引發乘客恐慌 躲得躲 逃得逃 這時卻有正義聯盟出手相救 刀是誰的 刀是誰 花外套阿姨大聲呵斥 兩名眼鏡男右側逼近 包包一甩就要上前 這時另一名口罩博 迅雷不及掩耳上前 使出標準奪刀術 雙手牽住女子持美工刀的手 身體往前一頂 再出右腳要讓她失去重心 此時滿臉是血的學生脫困 另一名黑衣男子 也一個箭步衝上前去幫忙抓人 四名男子合理 將嫌犯壓制在門邊 口罩博立刻躲下凶器 好了 押出去好了 他都來 熱心阿姨則在旁關心 受傷同學的傷勢 掏出衛生紙給學生止血 抱緊 抱緊 快點有人拿刀直刀殺人 恐怖對峙全被民眾直擊 事後口罩博沒有留下身份資料 低調離開 身份卻被曝光市民警官 原來他是台北市警局 防治科警物證薛仙德 刀子刺向刀動車 所以我去就幫他刺大家 幫忙刀子 還原事發經過 當時下班搭乘捷運 聽到乘客在尖叫 就趕緊過去幫忙 薛仙德從近三十年 曾擔任刑大基層員警 與侯友一共試過將近兩年 也曾是刑大爭霸隊的隊長 相信今天任何一個警察 現在遇到這個狀況 一定會奮不顧身的 去自我嫌犯 保障大家的安全 這是我們警察應該做的 英勇挺身 令人敬佩 不只熱心民眾合力壓制 遲到嫌犯 北街處置也相當迅速 當時透過對講機了解狀況 站長及保全人員便直接在新浦站待命 並通報警方到站 迅速排除狀況 即刻火速處理 三分鐘之內讓班車正常行駛 請北街給予這位薛姓警務政 終身免費搭乘捷運 警民合力將嫌犯制服 北街公司也正在討論 要給其他熱心正義的民眾 免費搭乘捷運的優惠 為這些英勇的民眾獻上 警民賺的民眾